接著幫觀眾Casey搭一隻9988 她說她平均買入價199元 有1千股的 她說如果現價混合的話 成本可以嗎 那你199元買就固然未必這麼容易可以上回 坦白說 如果你說打算混合淡她 這些價位我覺得都可以考慮買一點 但始終她之前80元升到現在100元 老實說升幅其實是不小的 所以你不可以拿著之前買的價格 和現在的價位來比 雖然好像跌得多 但其實如果由低位計算彈上來 亦都是彈了不少 還有你說科網股近期 當然政策面上是會有利他們 至少短期裏面不會再有什麼監管 懲罰措施會針對 但是你說業績上面 譬如阿里巴巴之前出來的業績 雖然好像比起市場預期中不是太差 但實際上你看到收入或盈利的增長 都慢得很緊要 甚至乎盈利按年都是倒退的 所以業績上面暫時未說支撐到 股價會升得很多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價位當你交多住 那我覺得就不要定一個很高的目標價 那可能譬如上回到120元至130元 沒有機會這些範圍附近 那可能都要慢慢考慮去到減一減榜了 而且都要衡量你自己本身持倉的集中性風險 因為如果本身你之前買了很多阿里巴巴 拿了很多手 你打算現在再混合的話 變相就可能令到你大部分的資金 會放到同一支股份上 那這件事我自己都不是太建議了 嗨 ice